《道德经》第六十二章 万物之傲 道者万物之傲 善人之宝 不善人之所宝 每言可以世尊 每行可以佳人 人之不善 何弃之有 故立天子 至三公 虽有拱必以先四马 不如坐进此道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和 不曰 求以德 有罪以免言 故为天下贵 道是印帝万物之所 善良的人 把他当成宝贝 珍惜他 不善的人 也处处保住他 美好动听的言词 可以换来别人对你的尊重 良好高尚的品行 可以见重于人 那些不善的人 那些不善的人 怎能把道抛弃呢 所以在天子即位 设置三公的时候 虽然有拱必在先 四马在后的献礼仪式 还不如把这个清净无为的道 尽献给他们 自古以来 如此重视道 是什么原因呢 不正是由于有求于他的 就可以得到满足 犯了罪过的 也可得到他的宽数吗 就一下人才如此 珍视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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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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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